二零一四 臺灣自行車登山王挑戰賽 於十五號在華蓮七星潭登場 來自世界各地二十八國 四百七十三位好手將挑戰 標高三千兩百七十五公尺的 五嶺之巔 包括二零一四 環加州自行車賽 登山王 Will Rotary 二零一二女子環翼自行車賽 單戰冠軍 Tiffany Conwell 等人接參賽挑戰 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特別於賽前舉辦記者會 邀請眾多國際好手與吉祥物 歐雄組長 一同在七星潭自行車道騎車 貢賞三海一線的美麗景致 臺灣自行車登山王挑戰賽 已邁入第三屆 沿途穿越壯麗的泰魯閣峽谷 不僅風景秀麗 其高超的難度更獲得國際車單一致肯定 大大提升了臺灣單車競賽的能見度 那我們在這三年舉辦下來 我們可以發現到 包括在國際的參賽選手 由原來的大概一百八 在八十三位左右 現在成長到一百九十三位 那在參與的國家數部分 我們第一屆大概是二十個國家 到今年有二十八個國家來參加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KOM能夠讓臺灣的自行車的這個活動跟產業在世界發光 臺灣山路崎嶇多變 最適合舉辦高度挑戰性的自行車賽事 倘若未來臺灣KOM晉升為國際級的單日經典賽 勢必能大力推動國內的單車運動以及觀光發展 韋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